家里小朋友都喜欢吃水煎包 今天我又做了一锅 还是自己做的好吃 干净又实惠 我用了400克的面粉 加上3克酱母 5克的白糖 促进发酵 220克的温水 揉成面团后 饧发两杯大 肉馅里加老抽 生抽 蚝油 13香 盐 姜粉 也可以换成姜末 葱花 泡好的粉条 这个粉条 我拿酱油和食用油提前拌了一下 然后加点芝麻油 给它拌匀就行了 这个是饧发好的面团 明显变大了很多 揉面排气 切成大小均等的小剂子 比咱们平时的那个饺子面剂子 稍微大一点 这个皮不要擀得太薄 大概一个硬币的厚度 放上馅料 按照自己的手法 包上就行 二次饧发15分钟 平底锅提前预热 锅里喷点油 放入水煎包 先煎个两分钟左右 煎到底部微微发黄 加入油面粉和水 调成的吸点的面粉水 倒水煎包的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把火调到稍微小一点 煎至水分收干 你听到锅里滋啦滋啦响 就可以出锅了 真的特别好吃 喜欢你也试一下 喜欢你也试一下